香港人有供返有良出就最重要 还有雇主每个月定时定后帮你供抢职金 让你的退休生活有基本保障 是不是安心很多呢 不过建造业和饮食业多数都是出日薪 甚至乎时薪 这些散工就是临时雇员 他们每个月的收入都会有点不同 不知道他们的抢职金有怎样安排呢 让我带大家去追击一下 我叫阿坚建造业这行人人都知道我建 学习上手快勤力不探头 大把人搶着请我开工 我是诚哥 跟我搵食没坎坷 因为我的名字是诚信的诚 一向都准时出粮给伙计 强职金我都供到十足的 诚哥的地盘又赶紧工 刚好阿坚又赶紧工 那他们两个肯定适合 阿坚你经验都不错 我都想请你试试你的实力 现在拿一张散工卡出来 让我记下你的账户号码 预备跟你供强职金 咦 真是没有 信用卡 会员卡 挂挂卡 器官捐赠卡 我什么卡都有 就只是没有散工卡 没有散工卡会不会很吃虧呢 到底什么是散工卡呢 听说和强职金有关的 等我问一下知情人士先 建造业和饮食业是雇员流动性高的行业 而且大部分雇员都是临时雇员 因此在强职金制度下 特别设立行业计划 给这两个行业的雇主和雇员参加 临时雇员可以预先向 营办行业计划的售托人 开立临时雇员账户 就会拿到这张散工卡 那行业计划又怎样方便到 雇主和临时雇员呢 参加行业计划的临时雇员 如果新雇主亦是参加同一个行业计划 雇员只需向雇主提供临时雇员账户资料 雇主就可以安排供款 简单方便即时受到保障 至于雇主方面 如果选择在发生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为临时雇员作出供款 就无需向临时雇员提供供款纪录 亦不用为他们保留供款纪录的详程 参加行业计划是否法例规定的 法例并没有规定建造业和饮食业的雇主 必须参加行业计划 这两个行业的雇主 亦可以选择参加集成信托计划 既然方便雇主又方便到雇员 没理由不参加 到底阿堅会不会拿散工卡呢 我听过一个同行说 有次因为开了一个星期工 他怕麻烦到老板和自己 于是叫老板严兜兜贷出量 还没有供强积金 现在听到积金局的介绍 其实也不太烦 等我我都提他可以订成散工卡 对阿堅哥 强积金是雇员的退休保障 临时雇员不要因为受雇期短 就忽略自己的权益 其实强积金法例规定 即使临时雇员回一日工 又或者没有雇主用开 那个行业计划 受托人的散工卡 雇主都有责任安排员工 参加强积金计划和供款 我是诚哥 诚信的诚 雇主是有责任 帮临时雇员工强积金的 我会跟法例做到足 诚哥你真是好老闆 遇到这么好的老闆 阿堅快快去开一张散工卡 要开户又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简单到用手机都可以开户 现时两家行业计划 受托人都接受网上登记开户 只需要素描单张上的QR Code 输入相关资料 就立即可以开户 这么方便 那我都不拿定一张散工卡 老闆都怀疑我有没有诚意 没错 雇员雇主都方便 参加行业计划 大家都有着数 不单止建造业 饮食业的雇主都是 顺便提提各位 协助员工参加强积金计划时 还要确保雇员在开户表格上 提供完整资料 包括身份证号码 出身日期 便话和地址等联络资料 在我们处理的个案之中 有些就因为资料不足 以至收托人不能完成开户手组 还影响供款的处理 有工返、有粮出 还有雇主帮你供强积金 就算是散工也不例外 快点拿一张行业计划单张 嘟一嘟个QR Code 拿一张散工卡 爽咧 嘟一嘟 散工退休有保障 想知多点 快点进入这个网页了解一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